在美国不论是个人或企业 都很重视信用分数 然而在面对店家意外歇业 或是合伙人跑路等等问题的时候 这欠款又该怎么追讨呢 东森热门节目讲量话 这星期继续请到了美国专利律师 王松峰来详细说明 商下有企业合作 提供消费者优质产品 原本是一件美事 不过遇到买家无预警的停业 卖家该如何维权 美国资深律师王松峰一次说清楚 新法院就是说 万一我这个争论的价值 是一万块以下的话 我自己不需要经过律师 我可以去小型法院起诉这个被告 那小型法院是 by law是不可以请律师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争议就是比较少 就是你有时候请一个律师 可能要几千块 那小型法院就是说 因为加州的定义是在一万块以内 这个争论性是在一万块以内 除此之外 如果商家想要采取法律程序 追回欠款 标准的SOP流程怎么走 资深律师王松峰也有正确解答 他可以去小型法院拿到一个判决书 然后去执行这个判决书 假如说这个公司还有资产的话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知道 我立状了 OK 拿到状态 拿到判决书了 我这时候还要再去请个讨债公司 对不对 你的成本就越变越低了 到时候放在口袋的可能就是 没有多少钱呢 几百块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位先生就要想想说 我假如是一万块的话 甚至就买个lesson 买个经验 或者把这个货便宜批掉 讲量化精彩单元 本周六晚间八点新闻台首播 超市三思四点五频道 周日同一时间播出 请观众持续锁定 动作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参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